彈珠 來到眼金金爆金的時間了 又來回阿金爆BOX 今天介紹了什麼遊戲呢 不出封面 我給他形聲詞給大家看 猜不猜到 呼 呼 就不是狼內裂 狼韻 其實今天爆是風聲的 這個風聲是甚麼來的 其實這麼久的遊戲還拿來爆 其實這個是今次的劇點藏版 它這次完全沒有畫過初的額 包裝不同 我看完它的介紹覺得很漂亮 不得不要為大家爆裂 首先講一下盒子 盒子的表面已經有少許UV的表面 它設定了整個 我相信是民國時代的畫風 這些是當時人們很輕利用的行李箱 這個遊戲也有很多年歷史 也有十多年了 如果你不記得 對它玩的印象沒有 是完全不會覺得出奇 因為這次遊戲 為什麼我會出典藏版 是因為它已經是十五週年了 為什麼我會知道是十五週年呢 我等一會爆的時候 再給大家看 首先揭在裡面 哇 這裡有很多的叫做煙仔盒 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 人們是很喜歡吃煙的 但是為什麼行李出了這麼多煙仔盒呢 揭一揭開 原來裡面有料的 有酒屍的東西 裡面就會有說明書 說明書裡面都做到 好像當初的資料 其實遊戲輕輕說一下 它的背景 其實呢 它在說當初日本侵華那時候的背景 其實呢 其實這裡已經說了 這個新版都沒有什麼說到 其實裡面是會有分紅色陣營 它叫做隱形戰線 還有藍色陣營特攻機關和神秘人的 那好啦 其實這個遊戲是玩傳物令的 那大家呢 就不同手牌啦 那有些叫做 叫做機 機 文件 檔案的 那它有幾種傳的方法的 有些譬如是直接傳給一個人 或者是 蓋轉去傳 那目的是什麼呢 當藍色的陣營去收到 揭到 掃成了三張藍色去贏 那紅色都是同一道理的 而神秘人呢 是有獨特的勝利條件的 那傳的過程之中 人家可以出牌去 去偷看牌 或者搶牌 或者傳的陣營 途中可以直接揭開牌 這樣去截劫別人的情報 大家圈徵卡就在那裡傳 就好像傳電報一樣 傳傳傳傳的 看誰想截 截開來看看有什麼事 而它當中呢 其實呢 每個人都有它自己獨特的技能 嗯 所以這遊戲會是一個 帶有技能 其實當初呢 其實推出這個遊戲的時候 其實是很接近 Bang的時代的 那玩下去呢 就是風城馬車 那些身份遊戲 那變相呢 就玩下去呢 就有好當初那隻 卓油的時代味道 那這次的風聲呢 是畫過了所有 公仔啦 那這裏是其中一隻試探啦 那就是可以測試別人的那個 身份 人家會對應 我是啤身 我會做回對應那個行動 那這裏是呢 試過人出牌就知道它發生什麼事 其他人是不知道的 只是知道它有反應的 這個版本就畫到好像一個個 Final那樣 對啦 畫到威逼啊 那樣 另外呢 就利油 那這些我想是玩風聲 聽到這名字呢 都完全很有回復 回復當初玩遊戲的味道 什麼調包啊 那樣的 那另外呢 還有呢 那些角色 我不知道是不是放在這裏 我就逐照照測 看看大家會不會看到 都會給大家看的 那這次的畫呢 是不同的 那當初我記得我玩的時候呢 都是十五年前 為什麼我這麼記得是十五年前呢 那其實呢 底那裏呢 是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一個銀 那這個銀那裏呢 就後面 咦 寫著十五這個字 所以十五周年 十五周年就知道 原來這隻是十五周年版來的 說風聲作品 面世十五周年紀念來的 十五幅 哇 真是不得之了 好 那這個另外那一疊 那一疊卡 對了 那剛才這些 我還記得有一張牌 叫做雕蟲小記 就是類似那些 Counter牌 有一個人托著飯鏡 人家出就cancel那張牌 那些是蟹村的那些 幾兩 那這裏呢 其實很多都 很多是叫我 你好像以熟臨場 但是呢 他又輕輕改了一點點名的 什麼李寧玉 啊 顧小夢啊 鄭文仙啊 這樣 哇 這些是看 好像看那個 什麼啊 影帝 那套鹹片 不是三級片 那是三級片 是釋介 釋介 釋介 釋介的那個時代那些東西來的 那張張牌呢 都不同的公仔啦 好漂亮啦 毛筆筆 真是正的 那 還有一些車夫啊 那張張呢 都很用心畫的 但是我記得當初第一次接觸風聲的時候呢 他那些人名呢 就真的超搞笑的 有些叫什麼 如果有人直接說 叫你這個掣呀 他有每個都 他有一些這麼口語化的卡牌 是呀 他那個 subtitle 那些 tex caracter text 他寫著 叫你這個掣呀 那些 那些很棒 還有呢 有四張是另外畫過 其實都出現過的 李寧玉 但是有另一張 二畫 那也是非常之靚 有那個年代的那些海報的感覺 是的 那另外有些叫應該是 這張就應該是提示 每人的A卡啦 還有抽身份的卡啦 隱形戰線 特攻機關 還有神秘人啦 那每個人都寫到他那個 那個勝利條件的 那我記得當初呢 第一版的風聲的時候呢 他們神秘人是每個character都有自己的 他那時候不是叫神秘人 他那時候叫打仗遊 那打仗遊呢 就會有每個character有獨特的勝利條件 這次呢 他就已經限死了 你這次神秘人是怎樣贏的了 那就會好像簡化了一些 嗯 就是改進化的遊戲才行 是的 那可能 貼合現在時代沒有那麼複雜 但是 這裡有一個很精美的 好像是煙盒 煙盒的卡盒 那其實是一部煙盒呢 其實是一部相機來的 哇 是不是超間諜的呢 看來 這個很有感覺的 超有感覺的 而且它的煙盒呢 其實是一個風筒來的 哈哈哈哈 你以為它的風筒呢 其實是用來打電波的 哈哈哈哈 另外呢 就是有一個playmac 那playmac呢 其實它 它這個呢 就是一個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 說有很大的作用 通常呢 就可能放 抽牌 Discard Power 還有呢 有剛才那個試探的 別人的Discard要蓋著 就應該是Discard在這個位置 嗯 好 那完了之後 咦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呢 啊 難道還有 哎 哇 我底座有東西的 有很多東西 那其實呢 這裡有一封信的 嗯 這個呢 很像當初那些 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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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呢 那我讀一下 多謝巴惡金 說我們巴惡黑這個遊戲 巴惡金真的很帥仔 哎 就是講這些話 不是說笑而已 其實這個 哈哈 其實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 新的 叫基本規則 是叫做 我想是這個版本 多出來的 Additional Rules 哦 還有新 Rules 是啊 那另外他就多了叫什麼 隱藏角色 和公開分角色這樣玩的 那變相有些人 就可能有不同的 情況去贏了 那我沒有詳細看 但是我相信是 新規則來的 那另外底那些 還有這些 Token 咦 還有 有兩張 剛才二話出現過的 那四個女士的 明信片 還有一張 不知有什麼用的 魔師密碼 對照表 那還有一些 彩蛋在裡面 現在年輕人 又不知道什麼叫 魔師密碼 那大家Google一下 玩過那些 解謎遊戲 可能也有看過一下 那這個應該都沒有了 沒有了 那底其實呢 這個行李箱 除了表面在賣煙箱 其實實質上 它裡面有把窗 嗯 那就是充滿著 什麼 那個叫什麼 間諜的氣色 間諜的味道 這樣好了 那這次呢 就是風聲的 unbox 但是我絕對覺得 滿意又爆了之後 就是完全 有回憶之餘 它的質量 我覺得是 以這個價錢來說 我覺得絕對是 值得收藏的 嗯 好了 那今集的眼睛爆了 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等著大家的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 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的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